Hello大家好,我是姚竹,现在是2020年的4月9号,现在是新西兰时间的下午 刚才就是看到很多人也私信问我还是关于就是说短期签证的问题 有些人不是说卡在了新西兰这个签证的到期了吗 那我再跟大家来明确一下,因为之前跟大家说的比较粗糙 今天呢我正好看到了一些详细的信息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短期签证在4月1号之前就是过期了 那么在这个疫情期间特殊的处理呢 就会是你把你的需求和你要申请的签证延期递交到这个移民局 那么移民局呢会给你一个延期的这样的情况 那包括比如说工作签证,学生签证,还包括访问签证 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是在4月1号之前到期的 大家一定要在那个移民局的网站上 它是可以在线申请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详细的信息 如果你的签证是在4月1号到7月9号之间到期的 那这个就比较方便了 它会自动给你延期,延到9月的下旬 接下来就说奥克兰的西区在一个小公寓里面有一个人死亡 然后呢现场呢就来了很多的那个警察 有12名戴着口罩戴着手套的这个警察来到现场 然后还在他的那个,他是在一层 还在他那个一层下面盖了一个巨大块的大红布 不知道是因为想挡着不让看里面 还是因为说怕有这种 是因为病毒的这个问题啊 是因为新冠的这个问题 就是防止他来空气流动传染吧 上次我们不是说那个有一个中学 他那个聚集感染一直在涨吗 昨天是不是涨到77啊 我印象中是今天就直接又暴增到了84 这个聚集感染真的是太厉害了 然后呢说之前我昨天不跟大家说 有一个学生他的妈妈嗯就是也是感染了 他开始就是有症状 他一直想测不是都没有测成吗 他就坚持了9天紧密的联络紧密的积极申请 最后终于给他测了 然后最后确认是阳性就是已经被感染 然后卫生部这边卫生部总干事就说了 这样子的坚持坚持要检测是正确的 非常正确 但是他怎么没有想到 为什么别人一定要坚持9天 为什么不是第一天就给他测了呢 我就不知道这个脑回路都是个啥走向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奥克兰现在呢新增了两起聚集的感染 但是因为隐私的缘故没有公布是哪里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出入注意了 一个是工作 一个是工作场所聚集性感染有25人之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活动相关的地区 有20个人聚集性的感染 这感觉就是说我来说你去猜 反正现在就是不让公布 就是说是怕隐私的问题 但如果你不公布的话 万一他现在还是在一个感染过程当中呢 或者说聚集的情况的过程当中呢 那其实不是更危险吗 对吧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关于地税 现在这种情况一提到要花钱 真的是大家都是打冷战是吧 奥克兰的地税不是说在7月1号要涨 要涨3.5%吗 但是大家不都说就别涨了 那个呼吁就是大家都没工作了 这个情况 但是呢据说奥克兰市场说坚持还是要涨的 涨3.5% 但有可能那奥克兰的每户 每户要多交4.5%的这样的一个地税 但是在相比于其他的城市 你看像惠林顿丹尼丁他们的地税呢 是计划要冻结6个月 你们在那边呢就有福了 然后Taronga的地税本来是说要涨 百分之十六十二点六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不涨那么多了 就涨百分之七点六就好了 然后还有陶坡和那个封省湾 就是说努力啊 他们说努力实现零涨幅 就是说不涨了 可是奥克兰这边还坚持要涨 希望能够听到奥克兰地税不涨的好消息 因为一涨的话也要多交不少钱呢 对吧 行那我先看看 待会还有什么消息再跟大家来更新 拜拜